我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奔驰超速的一个事件 当中有一个争议就在于 这个奔驰是否能通过后台去操控这个车辆停时 那么我感觉就是整一个这个舆论的焦点就在于 好像奔驰想要澄清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这个技术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 所以你的问题是 我希望沈总就是说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个我们在车辆 是否能够实现这个互联网安全能怎么样做得更好 对 你就说企业它能有什么样的角色是这样吗 对对 好谢谢您 还有其他问题吗 哎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 哎 好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是澎湃新闻的记者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中车的刘总 就是之前中航科工就提出来一个概念说要打造400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快速飞铁 然后还有包括美国也在搞超级高铁 然后对于这种超高速的轨道列车系统或者说真空管道的这个运输系统 您是怎么看待的就是中国是否需要这样的一个交通的系统 然后包括在实践有没有在实践当中有没有一些现实的困难 谢谢 好谢谢您 还有其他的话题吗 哎这位前面的先生 哎第一排这位 对谢谢 给他一下 哎 好 好我想提一个问题啊 就是目前全世界各国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可能这个界定不是太一样 我们国家以这个电动汽车作为主推 但是电动汽车的厂家呢 他现在主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生产电动汽车 另外一个是充电桩的一个建立 那么这个充电桩我们知道一个技术的一个快速发展现在限制新能源汽车的主要问题是他的一个行驶的里程数和他这个充电时间问题 那么随着技术的一种更新的话 那么这些充电桩上去之后会不会变成一种浪费呢 也许今天历来这是个充电桩 随着技术一个改变 很多一大批的充电桩就像未来就像加油站一样 随着更新换代我们的管理问题怎么来解决 对 好 谢谢您 还有吗 最后一个问题吧 哎 这位男士第二排这位 各位好 北京时间记者 我有一个关于新能源车企的问题想请问沈总和何总 就是我们注意到现在大多数的新能源车企会选择和传统车企去合资生产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或者说互联网汽车 那么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创业者会不会担心未来有一天被传统车企抛弃 新能源车企或者说互联网车企自建生产线的障碍是什么 谢谢 好 非常感谢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非常聪明提了很多好问题 咱们一个一个快问快答好吧 Quick answer 来我们先从这个最简单的吧 说我们会不会更新换代出现浪费现象 哪一位来回答 沈总 何总 我觉得你们两位来回答比较合适 对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我觉得今天的充电桩跟加油站的整个的设计跟安装的逻辑还是比原来加油站要简单很多的从技术上 第二点 未来不管新能源车怎么往前面去走 我觉得这个可能从变成叶轻的 如果叶轻的话可能是回到加油站的逻辑 如果是其他的跟电相关的能源 因为我认为电池的变化可能比轻的变化还要快 比如说固态的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变化体系里面 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我觉得有企业会做 也有国家会一起来做 对 谢谢 好 另外一位观众提出来的 关于这个企业如何改变的这个问题 刚才好像有一位讲奔驰那个事情 但因为奔驰这个呢 我们不好评论 他没有第三方独立报告 他表面上讲的是因为定数巡航失控 但是呢 没有他们内部或者是第三方 但是呢 我认为哈 现在目前传统汽车里边呢 真正联网的大概10%左右 所以呢 有可能有一些车确实没有联网 没有联网的后台 确实没法控制或看到这个车的情况呢 那么 适不适合这个案例我不知道 但我们呢 我们做的车100%全是那个联网的 那么 当然我们 大面积交车的时候 这个肯定不是问题 因为光这个车 第一款车 我们搞了36个月了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现在呢 就是大家新造车团队里边 预售也好 发售也好 小批量也好 看看关键是谁 可以大批量轿车 那么 我们是今年下半年 大批量轿车 那么 既然是大批量轿车 这里边的所有的联网安全 肯定是解决掉的 不然我们不会做大批量轿车 好 可能就小批量搞搞 对吧 谢谢 我认为 我认为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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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到的環境 因为,你懂,我们在说,我们之前的文化 我认为,我们都在说,这些很大事 但是,这就是要做的事情 因为,你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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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会说,5G的设计, 是什么5G的设计是 因为, without 5G, 有没有问题,我认为,我认为, 我想,以来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几个到冰箱的尼龙 因为,每组组的电影 我们用的尽多时间常常常常要 在10,15年,最早的 最早的,最早的事情 如果,你们开始认为那中一种 重量的重量创意 在牛股的情况下, 是 刘总来回答一下 你刚才说了半天 未来两年咱400公里 人家说4000公里 咱整不整 三点 第一点 科技进步需要大家来共同推动 黑科技的出现有利于技术进步 首先是4000公里也好 还是其他管道运速也好 从技术上对大家 我觉得是一种引领 那么宗车也在这方面 做一些前提前然性的研究 我们也在做 第二点轨道交通装备 或者说载人工具 是一种特殊的运输工具 最最关键的是安全可靠 那么从一个新技术 到一个新产品 再到一个量产 大量使用 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这个时间过程 那么它的特殊性 就是要确保安全 确保可靠 管道运速也好 包括4000公里车也好 那么将来真正能投入到使用的 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比如说4000公里 启动了就刹车 它是有距离的 没有必要的 站段之间 站点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有没有这个必要 另外能耗的消耗 刚才大家谈到的 速度和能耗和环保和绿色吧 它这个整体 它这是一个极次关系 是一个抖线的关系 不是一个平滑的关系 就是这种代价 有没有必要 第三个 经济实用 从经济性角度 有没有必要 刚才神仲也在讲 好东西是好 大家用不用得起 用不用得了 所以说我想啊 探索都是大家共同的 实用是有待时间验证的 是吧 看看啊 这个主办